肖一鸣记者黄志原社 记者郭一杰屏东报道 Nike轻棒训练赢好手众多 今年在黑豹其高中棒球大赛爆回打击三冠王的肖一鸣也在其中 肖一鸣目前就读高院工商三年级 看着大一届的廖建復挑战中职 还成为选秀状元 他也给自己目标 希望能超越学长 肖一鸣在今年黑豹其南瓜打击奖 打点奖拳雷打奖 成为大会史上首位打击三冠王 过去廖建復还在高院时 肖一鸣出赛机会较少 如今已是阵中主战伯手 他也自认高三这年进步许多 谈到廖建復 肖一鸣笑称他太猛了 同时给自我期许 当被问到是否想追上学长 肖一鸣说 我比较想超越他 就努力啊 不过对于下一步 肖一鸣还在思考 肖一鸣也是旅美好手林子伟的侄子 两人其实不常碰面 这次参加训练营 除把握机会向舅舅讨教起招 之前在陈伟因训练营任是海盗队 捕手张静德 也是他时常请教的前辈 Nike青棒训练营 学员肖一鸣记者黄志元社 阿德学长叫我练习十多反方向攻击 还有赛前重量不需要做很重 轻量就好 肖一鸣说自己对打击较有兴趣 想在Nike青棒赢加强 林子伟也勉励他要更有自信 并分享外角球攻击策略 提醒他不必刻意改变挥棒轨迹 廖建复资料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